不久前警方得到了一条有人私自买卖枪支的线索 按照线索警方找到了当事人的家 但是这次收缴却并不顺利 几天前侦察员来到北京市黄山区梁乡附近 这个小区里住了一名姓李的男子 根据线索林某手中藏有枪支 侦察员在小区里等了整整四个小时 黎某终于出现了 黎某的住处是一套两居室 客厅与卧室内摆着不少婚纱照 房间里处处透着新婚喜庆 什么呀不是你让我教什么呀 你自己教的 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就做就是玩弹弓的 面对民警的询问 黎某失口否认自己有枪 黎某说他唯一的爱好是弹弓 半年前黎某辞去工作 开始自制弹弓 并在网上销售 有的人就是回旧嘛 四十多岁了 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小时候玩过 长大了就玩过 没有了 买一个玩回去玩 都是三四十岁的 说起自己的弹弓 黎某夸话其他 但对丝堂枪支却只字不提 我说啊 枪支带药 毒品 这都不该吃药了 知道吧 不可能 老公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你说我又没犯什么太大错误 要你非得硬说 我是还弄那东西 那不 那不药吗 你放心 绝对没药 侦察员决定 将李某带回派出所 做进一步调查 在路上 李某却突然说了实话 李某承认 他把枪藏在了一个地下室里 那里是他制作弹弓的地方 李某说 三个月前 他背着老婆在网上买了这把老实气枪 买回来才发现 这把枪的说明书上全是外文 李某看不懂 也不知道这把枪怎么用 由于李某私藏枪支 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复发法 对李某处以治安拘留五天 男孩子从小就对各种各样的武器着迷 这似乎是天性 但是长大成人之后 天性的爱好就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